Seliner婚变后惊喜收到18万戒指。她感动泪崩,没人送过我这个,原来对方是爱她15年的。 35岁Seliner任佳轩,去年3月才和老公张成忠协议离婚,当时两人都表示,感情已从夫妻变成家人。Seliner也觉得抱歉,自己没有花时间更好的经营这段感情。 不过之后两人关系变得自然,她甚至和前夫开玩笑,有很多妈妈要介绍儿子给窝窝。 恢复单身后的她,更努力地生活,常在脸书上blu出各种运动、聚餐,和好姊妹的生活照。 而近日,她竟然blu出一张戒指照,甜甜笑说,那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红盒子。坦诚自己收到时,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了。 原来这是好姊妹Habby,田富珍,送她的生日礼物,一枚价值18万的名牌戒指。 她每天都一定会带助她。 其实从事业成军以来,三位成员的好感情大家都有目共睹,他们亲密称呼对方老婆,也常在公众场合大访抱抱,亲亲,15年深厚的友情让人好羡慕。 其实去年底Habby在小巨蛋办演唱会时,Slyner惊喜现身,到场支持她,当时还公开告白,老婆我爱你,你是我的宝贝,我的骄傲。 让她超感动,而Habby也曾说过,上辈子一定是她的奴隶,这辈子继续白还的。 但她随即补充一句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呀。 就算面临婚变,Slyner也依然有这两个爱她的老婆,这么大手笔的礼物,真的好窝心呢。